回來了 又回來了 上江上瀉 直播室又是Jack Jack 還有威姐 小弟阿通 各位自己的朋友 早安 全新組合 全新組合 這麼厲害 剛才Francis聽到我送給他一首歌 是嗎 我希望你真的可以長大 Grow up 要26歲 要男子氣概一點 沒錯 要看聲一點 我也期待我跟Jack差不多 很希望Francis罵我 因為我這麼久沒見他 罵別人發脾氣 這樣不行 他被人罵多 罵得很可憐 不要欺負他 要他剛強一點 支持他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Francis 這個周星馳的電影 你們記憶最深的是什麼 其實也有好幾套 我的年代是喜劇之王 我比較喜歡 我反而是整股專家 整股專家 我有意識去看愛上他 因為這部電影 之後就追上他所有的 這部電影都看完 明白 我看得最多的是九品芝麻棺 因為家裡有他的VCD 我以為你要學他罵人 罵到這部電影都非常喜歡 罵到那支桿也變直 因為家裡有那支碟 所以經常看 所以經常看 好像通哥說喜劇之王 其中一個印象很深刻 因為其實那時候 明明他叫喜劇之王 但在裡面的故事 你不是打擊到喜劇的位置在哪裡 明白明白 大過了 現在反而覺得 原來這些時刻 或者這些情感 才是最真摯 原來是有一種唏噓 所以才叫他喜劇之王 挺感慨的 悲劇 算是挺悲劇的 那時候我忘記是新年還是什麼 我跟朋友看的 原本不是看這套 那時候不知什麼 隨便喜劇之王 星爺看了 看了我看著很開心 好像裡面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 我後半部會有苦 有點誇張 做和體 前半段很多人都說 說回星爺自己一生 可以這樣說 以前經過出生 挺贊人而女 最後星爺一直長大成人 後來現在的電影 雖然退居了幕後 但是幕前最後那兩套 好像已經變得不同 你說是功夫 功夫 功夫也不錯 長江 功夫也不錯 功夫也不錯 他表現了自己想要的東西 亦向李小龍致敬 但後來有點誇張 但是好看的 好看的 在喜劇之王裡 他有一個和張柏芝 是否叫劉飛飛 沒錯 他們在長洲還是大澳 那裡不記得了 石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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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情節 經典的 拖著頭 還有一個經典的說話 就是我養你呀 有很多閃迴的畫面 你叫得多好 你叫得多一次聽聽 我剛才破音 他真的有少許破音 我養你呀 就軟一點 我養你呀 然後很感動 因為張柏茨飾演的身份 出身是一個女孩 陪酒的女孩 突然有一個男人可以說 說得出這一句 其實也有點感動 他放棄了自己的理想 他沒想過選擇他 沒有男主角的表情 這句我養你就是一個網友 如果跟你說的時候 不知道你覺得感不感動 馬上叨叨叨叨 三秒後就要醒了 因為有個女孩很慘 她說她爸爸要將他賣給一個傻子 用兩三萬的價錢人民幣 賣給一個傻子 智商有些問題 可能把女兒賣出去就算了 但這個女孩在網上 跟另一個男孩談戀愛 那個男士就 糟了我的女神 或者我的另一半 不可以這樣被人搶走 他就說不要緊 他就說了一句 我養你 就給了十萬元 就說你把這十萬元 給你爸爸給那個家人 我熟你回來 就好像有雨場片的感覺 賣給人家的熟身 前前後後 因為除了我養你之外 現在都是網友關係 看不到面 當然希望如果你要見面 可能他就希望給他一些錢 讓他過來自己身邊 但當他給了差不多三十萬人民幣 之後 咦? 突然那個女孩不見了 不知道是否在過家鄉找他 其實不知是發現不見了 為什麼不見了 原來這個女孩是欺騙他的 就是網絡這些 都是離不開 前面可以包裝得很美好 但其實可以有騙你一動 騙他 但這個女孩騙他 就說要賣給一個傻仔 還要被迫結婚生仔 這些都是不存在的 這件事 只不過這個女孩 又不可以說是 就是他騙他 因為我猜就是騙他 但其實那個女孩背後 就是想說 我想自己漂亮一點 然後是拿錢去整容 又是一貫那些手法 但我覺得這個 起碼那個女孩是真的女孩 有時候對面那個 可能是那個男人 甚至可能前陣子 其實是那個婆婆 沒錯 以為是跟年輕女兒發交 好像說去她家住 誰知道原來發現 她的女兒出門了 你住了 其實那個女孩一直 那是那個媽媽 對 她什麼時候回來 真的人都瘋了 這個真的是女孩 還是24歲很年輕 只是她動了一個歪念 可能騙了人錢之後 就有錢去裝備自己 令自己變漂亮一點 但她這些對話都放了上網 發現除了那個女孩 有少許騙人成份 那個男人也不清楚 因為那個男人的對話上說 因為那個女孩有說 不如你不要借給我 或者你有沒有這麼多錢 你老婆會不會不讓你這樣做 其實那個男人也是背地女 明白明白 有太太的了 另一面自己談情說愛 還說我養你 我也不太明白一個 因為香蕉其實也有一個男聽眾 一個經常打來的男聽眾 真的嗎 變聲的 她也是有父之父 怎樣 快點說多給你聽 很精彩 她也喜歡結識女孩子 明白 但她那種就是 她不喜歡直接 就說我搭錢給你 你就做我情婦 她反而是喜歡 最初你是不願意那種 你明知道我有老婆 說服你 說服你 有一種追求你 慢慢你覺得 像是一種談戀愛的感覺 之後 就會再開過那些請求給你 不如你做不做我女朋友 我照顧你 甚至如果你有工作需要的話 可以去我的公司 做我的秘書 這些就是有自衛 真的 有權力的 有權力的象徵 有權力的象徵 你才玩得早 就是一個不 認真問你們兩個 不要太道不道德 其實對於為何要包養一個女孩 是否會令你那個 男性的賀爾蒙 還是男性的感覺更加強烈 這個我真的沒有要經驗 你很小心地集你 我都沒有這樣的經驗 我不會有太太在身邊 你分析一下 我覺得他要一種輕易得到 他就覺得不吃香 他是追求過程 對,喜歡愛上的追求過程 對 我追到你得到手 到時一不一齊一件事 總之我就成功 追到你 但他的成功是用一些比較噁心的招式 沒錯,手法 對,到頭下 你明白可能你已經得到一大半了 然後再用錢去收買 沒錯,還要說服對方做我的情婦 真的不懂得說 如果男士去滾 大家知道了,明買明賣 一筆錢就這樣搞定 完成交易 大家得到滿足算數 冒險大家 他又不是 他特別多些東西 但是這個明買明賣 雖然這個詞語其實不應該這樣用 因為你是感情 當你的感情是真的 只是你們覺得那些關係很不正經 但是他說他很多時候 上網去認識的一些女生 因為他之前已經是用交友APP 去認識的部分 就已經開中名義寫話 其實我可以包養人 你們再提供我去溝通 即是那些女生願意 是在網上認識的 有些人是網上認識的 近期他試過幾個方法 網上認識 然後有很多人敲門 有錢的敲門 我反而想聽你香蕉的故事 你就是香蕉這個人 我知道 我想暫時說 其實他送得上門 那個女生未必是正常工作的人 有機會嗎 不是 很正經人士 因為有一個他分享過的 就是好像讀大學的女生 為什麼他特別喜歡這個女生 就是兩個人可以談一些歷史的話題 因為歷史不是每個人談到 我和你們兩個談 周鵬 對,可能和周鵬談 他會有 但這個原因是一個年輕女 他自己有喜歡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女生不一樣 最初他就說那個女生都是聊天為主 明白 沒有發生什麼事 但慢慢就可能開個假給你 你一個月多少多少 你還不可以 這樣結果都可以了 有得了 但之後那個女生又消失了 又沒有了 但起碼他有相處那段時間 太過份了 這個人太過份了 不要讓我找到他 但這樣你要告訴我第幾集 很多集 因為他整天上去分享 順便賣完廣告 如果還沒訂香蕉 快點了 因為開了季都幾個星期 兩三個星期 快點快點 如果想聽這個 可以開了他的名字 因為他也是假名 叫Benson哥 可能23、24、25 季季都有他 所以可以多買幾個季 由前面聽 聽到的聲音大概有多少歲 大約 我是唯一聽到他真聲的人 我聽到真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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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不可以歉過 出了節目之後 就是變了聲 因為他說的 不是他說的 他是願意分享 出了節目就變了聲 真人版的聲音 其實是年輕的 年輕聲 更加過份 好聽的 更加過份 他用錢收買所有女生 太過份了 變了我們沒有 對 整個森林的樹被你砍掉 那我們怎麼辦 有些女生可能 有些女生不一定會看錢 都是要談感情 明白 有一個故事裡的女主角 她真的很重情 因為她知道她的男網友 因為工作的關係 被人拖樑 她很願意給他錢 這個男網友 有網友 有網友 但這個網友 有幾塊東西 什麼幾塊 在下面有幾塊東西 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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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太明白 我覺得你們兩位 當年的通稿應該有幾塊 但Jack應該不覺得他有幾塊 福基 福基 是嗎 我以為你說鈴鐺有幾塊 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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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有八塊福基 明白 因為他認識他的時候 就是上網聊天 同時他經常會發健身片給他看 但是不是真的是他 我發球技 找一個大隻仔外面也可以 你覺得會不會真的是他 一定不是 不是他 一塊福基 對 是一塊很巨大的福基 是一塊肚腩 對 也是借了錢給對方 那個女士 他數目比較少 是七萬元人民幣 但對方之後還了三千元 就消失了 一定是報警 處理去跟進 內地警察有時候 速度有多快 真的找到那個男生 那個男生身處在網巴裡 網巴裡打機 但是他沒有幾塊腹肌 但是有另外一件事 什麼 他是有味的 有味 即是有飄香 這麼厲害 因為他長期打機 一直打機 對 不洗澡 因為網巴那些 你想打的時候 一直在那個位置打 可能你飲食物 可以買 你可能去廁所短暫回來就算 馬上回來再繼續打 對 然後他就是發臭 警察說抓到他的時候 夠命 但始終你過程可能需要審訊 有什麼 警察說出於人道主義 就買了新衣服給他 以及叫他先洗澡 我們再抓你回來 再繼續問你什麼情況 這樣 洗澡再抓你 對 太臭了 他被人抓的時候 不知道是否明明中有注定 他發短片出去 也是有一個 他穿著一條灰色的褲子 露出全部的胸肌和腹肌 不知道在做掌身 還是什麼運動 給女士 警察抓他的現場 他也是拿起了一件衣服 但是整個肚子 躺在那裡睡著 被人抓到 可能這個是上天的 打機前打機後 放棄人生前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他真的不是高負稅 他剛開始認識那個女士主的時候 又說是高負稅 又說什麼 但是網民就說 其實不是的 他是高負稅 首先他是高膽固醇 體型負態 和下輩子再稅 幾似我 沒有八個腹肌 是一個270多斤的男人 但他對美學也是有些追求 他也是追求完美的身形 才發出這樣的照片給人 他還知道什麼叫美的 沒錯 他不洗澡 他也是聰明的 聰明的 所以上網那些 有時候 每天都有這些網片發生 但其實大家 因為現在多數上網 認識人是最方便的 我和很多女生朋友溝通過 工作上很難認識另一半 以我們公司為例 我們沒有很多男生 男生多女生少 這個失衡的時候 已經首先失去了 就算有女士也名花有主 對 所以很難吹 大家很多時候 現在會上網認識人 很正常 但如果到特別是網上的人 聊天 都可以暫且覺得理想 但到一講錢 大家一定要停止 小心 對 不可以被人去 因為無緣無故不會談起錢 幾元 多少也好 都是有問題 是嗎 好 我現在再送一首歌給大家 這首歌 是來自這個 903的失眠藥 一個節目 一個廣播劇的插曲 叫Lars Sinna 因為這也是有些網上聊天的事 所以他唱歌的風格 我第一次聽的時候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不是連續 好像我們說話 那麼順暢 他好像逐個字 有點像打字 打字的狀態 明白 還有唱歌的人 有好幾個 有現在很流行的MIRROR成員 Anson Kong 接著有這個節目主持 Oscar Yanny 還有JC Chan 通哥和Andrew都很喜歡 女生 新人 我最近電視劇 有一個電視的真人show 在船上送餐 是嗎 其實他也參加了很多電視節目 因為之前ViuTV 有一個探案的節目 他有份玩 他是自由生的 我不是自由生 他應該有唱片公司 有唱片公司 但沒有固定電視台 連TVB也有 有些跳舞或唱歌節目 是有的 比賽差不多 聰明 幾家茶禮 不過他是多元化 也是有新人 我喜歡他型格 他有些頭髮 總之整個女生走出來的風格 和現在主流文青風 是差別很大的 所以都眼前一亮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